这是对基因技术特别的感兴趣 就是说它变成其实是 这个人类社会下一个重要的浪潮嘛 它对我们未来可能反显的变化 比如我现在 我现在40岁 我发现我这个有这个基因怎么办呢 我老年痴呆基因 是有这样的基因吧 他们都能也都在我工作 我怎么办呢 来得及啊 我觉得第二个可能更重要一点 发现方 就是方健嘛 在这个屏幕里面讲话特别有性格 就有如陆林好汉一样的科学家 就过分的直白 给我这样的一种感觉 我觉得这个人真的是 好有意思 好吧 您按一下就行 这是测肿瘤的 不是老年痴呆 还得抽三包 好像还有错 你可不可以保持忠诚的 对酒精的测酒精的基因 测你的是否保持忠诚的基因 现在这个姑娘小伙子都拿着手机拍 他只是美图秀秀 把自己照片的改一改 有一天是不是随便就把自己的基因改一改 我这 相亲也很方便搞不好 对直接一看DNA很合 现在是比如说你要看照片这样翻 然后就翻基因 这个巨大的一个世界 都可以 太神奇了 敬请想象 就不是那时候新问题就会来了 就要想怎么样去合理的去应用这个 其实还是会有很多社会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从技术角度来讲 它不断的发展 你应该去拥抱这种改变 你忍得不担心是吧 我觉得不叫担心 我觉得对于我自己的认识来讲 我觉得这些技术本身它都是中心的 就看人是怎么用 这样说什么互联网好不好 这种都是伪命题 互联网本身没有好不好 是你怎么用 是的 我觉得这样子的 对吧 我是第一印象什么印象 刚才接触 他是一个特别敢于去挑战的人 他原来下乡的时候 我讲他有一个故事特别有趣 他因为年龄小就下乡了 老受人欺负 因为个子小 14岁就下乡 他说那我得到哪儿去当老大 怎么能让他们服呢 那时候炸山有雷管 这个雷管放在筐底下 然后他就说我们比赛 谁把雷管尿点燃 坐到这个筐上 谁能够坚持到最后不离开这个筐 谁就是老大 其实他之前测试过 一个雷管能把那筐炸多高 一看就蹦一下 那筐都没破 屁股肯定也没事 所以他是做个科学实验的 别人没有做过科学实验 尿开始点了 都吓个尿裤子了 吓尿裤子了 就他做最定 然后老大的江湖地位 王老师来了 王老师 刚刚听说你炸雷管的事 比较可爱 许知远 知远是做单向街 什么都要 单向街 开书店的 单向街书店 是从未不读书 太多代表过去东西 过去东西忘掉它 但是你又是被过去的经验 所塑造的人 不是 我就是因为没读书 所以我才不受数 我不喜欢读书 那人把他胡洗 我也曾经胡洗过 对 你就肯洗了好多东西 那这是过于别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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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便坐 王老师 是从来不讲座次的 华大有两个事情 给我彻底这个样子 一个就是星座 这个八卦和艺经的 这种文化层面 还有一个娱乐层面上 你铺个牌 就华大的小伙子 姑娘们是在一起 不能谈星座的是吗 你谈星座 你来华大 你把每一个星座 后面的基因关系 给我找出来 你随便怎么说 本教 本教的事情你不说 什么时候第一次听到 达尔文这名字的 你也是上达尔文 那时候我们第一个学的就是 那个政治经济学批的是 社会达尔文主义 对啊 对啊 你担心这种基因研究会 变成另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吗 担心它干嘛 你觉得是不可改变的 当然 我操心不了的事情 我都操心 我费那个劲儿了 所以我为什么现在反感他们谈八卦那些事情 所以那个时候 人类基因入计划给我最大的启示就是 什么事情都要搂底浆 要解决根本问题 对吧 神老病史都是基因决定的 你为什么不从基因做手的 你谈那些东西干嘛 但是你不认知的时候 你就会把某些现象都说得非常的重要 对吧 你会把干细胞说得非常重要 对 你会把那个蛋白质说得非常重要 你会把免疫学说得非常重要 其实没有基因什么都没有 所以说在上一千年的科学家的评比上 有的把牛顿放在第一 按时间牌子 牛顿安因斯坦 物理学家最看不起的就是达尔文 达尔文干什么呢 就是捡了一堆标本 一堆尸体啊 干尸体和那个化石啊 他放在家里面看了20年 写出了物精天泽啊 说他就是一个标本员 华大招人看不起 你们是测序吗 那堆数据有什么用呢 我说同志们 这就跟那个做那个双螺旋 就跟达尔文捡标本啊 看谁能够弃成丹田 你这个数据多了就不一样了 我想从未来来看的话 可能达尔文会排到第一位去 比如说回到更小的时候 比较清晰的感觉到 就你现在说这种 就是价值观的这个成立 实体所以是不会这么想 不是 我觉得价值观不重要 但是您是靠一个非常明确的价值观 在驱动的 那不是 不是 一定不是 我在价值观上放到最不重要的位置 三观中央最重要 是人生观最重要 人生观不就价值观吧 那两回事 我三观都跟大家不一样 第一个我是世界观跟大家不一样 我看世界我看得见 将来会是什么 无非是 我就一定能实现 所以说你今天参观的话 我们所有东西 名人上的东西都在世界 有一个侧鱼跟一个正常计算机相比 是个什么概念 它能可比吗 和计算机比的话 它可能计算机更多的就是电器元件为主 在这个里面它有生化反应 这一步 有没有有一天比如这个东西也变成像一个 是 ThickPad或者下感觉 对对对 我们做的最大的一个对比就是摩尔定律 就是计算机不是因为摩尔定律 从一个特大的库房一样东西 就跑到一个芯片那么大 就这个测试仪也会 也会这样 对 在这感觉像陶一鸣在研究生物技术的一样 嗯 那么你坐呗 我们可以开始吧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那些测试仪的机器那么大 有一天是不是我们的手机 你的基因所有的东西 可以很快这么检测出来 然后对自己的生命的修正更正 你说有一天是 你怎么算的 哪一天 20年10年 很快的样机就出来了 然后都会怎么样 我就很好奇 有生活变成什么样子 你的生脑病是变成一个3D的4D的表现系统 一个阿凡达的表现系统就出来了 但是我就始终想的就是 对自己有种帮助对人类 你是不是从根上解决问题的 嗯 改变 就是生产上的改变 能不能把农业 把一万年的农业模式都给它变了 嗯 我们的那个新楼里面 300平方米 20米高 嗯 要供应华大6000人的那个 蔬菜和蛋白质 一人一个立方米 够了 嗯 这就是我们的明年的目标 嗯 这就是我们的明年的目标 我现在农业就提出的 一劳永逸不劳而获 嗯 工业的崛起它是农业支撑的 相对于工业革命你算什么呢 工业革命做法是这种吹枯拉朽 所以我就充分体会到大规模的操作的成本和效率的关系 然后我们动不动就把市场价格砍一个零 现在美国做一个PCR做一个疾病的诊断是1400块钱 我们现在做胎儿诊断我们提出一块钱 嗯 那实际上是根本美元比是一比一万了 嗯 如果实行的话 这整个国家的面貌也会发生巨大的改变 深度是全部启动了 昆明全部启动了 前西南 与北 那已经开始了 已经将近一亿人口了 嗯 就在这些区域的话 那种未来新生小孩那种那种基因疾病就会 马上就下去了 嗯 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个没有基因缺陷啊 甚至很少疾病的世界的一个时代的出现 对吧 嗯 我就认为就快到了 所以敲钟的时候为什么 我说是敲响了基因相关疾病的上种 所以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时代 就跟农业时代跟工业时代没法说到一块去 所以过了20年之后 我们所有的对于经济 生活意义的理解都会发生很巨大的变化 农业革命和原始彩者带来的变化 工业革命对农业革命的摧毁 对吧 信息时代对工业思想的摧毁 生命科学对工业思想 这边是纳米尺度的 这边是微米尺度的 到厘米尺度 你对你的身脑病史 就像看一本那个联合画一样 看得清清楚楚 你有什么不舒服 他一比就比得出来 我所有的变化都清清楚楚 那我就真的知道我的身脑病史 是哪一天怎么控制 汪剑很少谈论他的早年经历 在媒体上他总是强调 吃喝玩乐是他的人生哲学 但我还是好奇 在他表面的戏谑之下 他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 又是怎样的力量塑造了这种价值观 甭跟我谈什么兴趣驱动 少扯淡 通通是吃饱撑的 达文不吃饱他能干这事吗 这吃饱撑了不就是你举动吗 这两个有矛盾吗 不是 他先吃饱了 他先让他妈殖民主义 带来的财富用不完 没有一个人在穷贫贫困 为人类做出贡献来的 没有人 政治家如此 科学家也如此 我认为最傻的就是铁匠 我认为最傻的就是铁匠 那你干嘛干这啥事 我是什么 我啥都不是 我是吃饱撑的 不是铁匠 是撑点 我追求的是人类终极追求 那就是吃喝玩乐 这个两制永保 对不对 三皇五帝最终的人生 都是念单吧 对不对 我们干嘛不提前念单 现在的华大 比如说在全世界里面竞争者有吗 你觉得 没有 回到94年 当然您在美国待了六年了 要回到中国 是跟受到这个基因组计划的启发 我关你们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技术变革的话 必然带来科学和产业的双重机会 工业的崛起 它是农业支撑的 对吧 所有的国家的 都是农业崛起 对 你要回顾来说 那个民族卫星 还有三件事情 你就现在 你不能不服它 主张大力发展水道 所以它到了甲午的时候 六个新品种 使它的整个日本的水道产量翻翻 还有这个有意思的数据 对啊 它支撑了日本的农业增长 第二件事情 工薪产业 培植的工薪产业 就丝绸 甲午的时候 70%的军费是商产业 是丝绸业支撑的 第三件事情 就是它确定它的海洋战略 它先是近海捕捞 然后到远洋捕捞 然后你去看1860年 它确定的 它叫大东亚安全线 利益线和安全线 所以它现在的竞争与什么那种 海洋那种模式 其实是那个时候 是明智卫星确定下来 这三大的农业支撑了它后面的工业发展 所以你要搞一次新的 通过生物技术来完成的新的 类似的明智卫星的事 是吗 对 这两百年落后 我们为什么不到前面去跑去玩玩 我说跟到后面走烦不烦 烦 那时候到前面去玩玩行不行 行 完了吗 您什么时候觉得 我们现在真跑到前面来 是我们带着就玩了 2003年 那么早就开始 对 2000年的时候 发现有大规模计算数学方法 有香港的方法 能够把这个基因可以拼起来 就计算技术和大规模的工业技术结合起来 可以突破了 然后在这个时候 日本人没反应过来 英国根本就不跟计算机来往 美国呢 他妈的有两派 一帮就是数学计算导向派 一帮是生物学导向开 我一看 打什么架 再两个放在一块绝对赢 我多鸡折 所以真的是一个非常挺意外的一个 你不在前缘你体会不到 我一看了美国那个大的 他为什么行啊 他7000多个CPU抓在一块 我回来我就订了3000个CPU 跟我谈大数据 老子是祖宗的祖宗本 您有没有特别科学上或智力上那种偶像的人物 比如说达尔文或者什么 他会有这么一个这样的人存在吗 我觉得我们现在做的事情 在综合评价上 已经不次于他们的共享 比如说我们现在做了200多万人的出生学线空车 将近有2万个家庭了 如果我们明年做到2000万呢 如果我们做到21呢 对吧 要把这个科学论文写在人类的地球的大地上 商业直觉和领导能力上 商业直觉和领导能力上 包括你的朋友 比如像 你跟 比尔盖茨 或者有很多成功的商人 你跟他们 你会潜意识做比较吗 你跟他们的相似和不相似 没有相似性 目标不一样 我们是为了拯救自己和拯救人类来的 我先拯救自己来 我说我对我自己描述很简单 贪生怕死 自私自利 贪婪懒惰 12个字 贪生怕死就跟我来 勤劳勇敢的一边去 我说你笑你不信 我干 你看 你怀疑 我好你学 你交钱 好 谢谢 到时候这个报告的话 可以到时候 工作人员发到牛箱 行 你特别疲倦的时候怎么办 疲倦 会吗 特别疲倦的时候 随便找个灯上迷一会儿 就好了 这样有个三十多个 是不是你把它弄活了 其实弄活了 对啊 大概多久 你还多少年可以把它弄活 现在主要是真不错 是没有那样的一个容量来 它带人出来 别的像带人出来 如果是纯粹的科学家 你会变成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我在80年代的时候做科学很厉害的 我87年的时候 我就参加湘雅的那个副教授竞 我十几篇第一作者文章 在那个时代几乎没有人受我对手 最近我才突然悟出了一个 其实还是工具问题 我80年代初有那么牛逼 是因为世界银行贷款给了一个电子显微镜 我他们天天报到那个电子显微镜 别人跟我一抢 我就晚上干 你晚上干到十点 我从晚上十点干到天亮 所以那个时候你有新东西 所以你觉得工具是驱动一切变化最本质的一个东西 最核心的一个东西 你现在回过头来看 有了用火的能力 就有了食物 肉食 才有人类进化 有了对稍微高的温度的控制 就有了陶瓷 就有了青铜器 到了上千度的温度的控制 就有了铁器 到了上万度温度的控制 就火炮 到上百万度 上亿度的就有了核武器 都是你对那个东西掌控能力 对一个工具掌控能力 你没有这些工具不可能的 唯一一个人真正牛逼的就是那个 就是爱因斯兰 就空向出来 他也 他那个量子测量 他还是他想出来有人给他测 所以那个物理科学实际上说白了 也是个测量科学 生命科学也是个测量科学 对吧 你又测量 为什么我对这个认知那块 表示一个怀疑呢 因为你没有测量 没有真正可信的测量工具 对吧 我们思维过程是一个量子过程 我现在没工具 我量不出来什么东西 先犯一犯 那你相信灵魂的存在吗 你新的一堆干什么 非那个劲干什么 他自然到时候就会认知他的 所以这些灵魂这些意识 都是可以通过新的工具来 把他算法化数据化的 一定会 所以你也不太相信人身上存在的那种神秘性 不可解的神秘性 神秘性是我不认知的 是无知带来的 对啊 哪有生意不可解的 有因就能解得开 那会不会变成一种盲目的科学 自主意识的自信 那科学训练的前提 就要意识到这种无知的存在啊 无知你去探索 你觉得你有精力你就探索 你觉得你有心去探索 那怎么比如解释像牛顿这些人 这么聪明的人 到晚颜好像又回到了意识 对他们的诱惑 难道是他们不认知 就是说他们也认知水平也很高啊 对 这个心理上的逻辑是 现在是没法量化评价的 是不是永远都不可能量化评价 是因为这个原因 你管他们是干什么 你探那么远干什么 您都想那么远了 我们就不能去 不是啊 我想的是能实现的 不能实现的先放一边去 我要在我有限的生命中 把我的认知和能力 发挥到极致 在未来社会上可圈可点流的一个 不要为那个ミス圈 你解决不了的东西 一辈子饭吃 但比如人类社会的存在 不就是因为一部分人非常的 要解决现实问题 另一部分人充满了幻想 才构成了人类社会吗 我们现在还不够幻想 哪有要求幻想 就是说你以一种非常理性的面目 或者说那个逻辑的面目 做出一个特别幻想的一事 是不是 对啊 对吧 一个疯狂的事 我已经够幻想 你说算啊我幻想 就不公平了 对 但你想过自己身上的这种 这种这么持久的一个热情 强烈的热情 从哪来的呢 是基因带来的吗 不是挺好玩的啊 但您的生命不是吃好而乐 你的生命是创造力 创造性啊 你是对创造性的迷恋的 你不是对车 你对车儿 你对车儿一点不迷恋 我觉得你 你就是忽悠人的 你是对不断创造新的东西的兴奋啊 对 那也是一种玩儿吧 你把当作一种玩儿吧 嗯 我操 你们想要做多少下啊 我做十段下没有 我操 我都在做一段下 你这个平时不做呢 不行 我没怎么做过 你还做呢 你还做呢 哎呦 丢人呢 我这 我这给我们丢人 有谁要再试试 哈哈 哈哈 汪健有他刻意的强势与戏 回避我对他内心的追问 到底是什么促使他 以如此的热情 投入到对生命科学的探究 我感到答案或许存在于 他一直试图忽略的个人成长记忆之中 王老师你小时候最想干嘛呀 十几岁的时候最想干嘛呀 十几岁的时候 十几岁的时候 十七八岁的时候 五十岁的时候 五十岁的时候 对那时候想干嘛 想进城过来 那时候插队是吧 对啊 你现在回忆起来 比如说当时在丛尔爹生活 对你个人的想法也好 性格也好 这种影响 想什么法 今天晚上有没有吃的 晚上能不能吃吧 我在生活中就没有什么困难 最大的困难就是 就是 我那个时候最大的发明 就是这个监守自道 我们那个粮食上面 都是用那个叫灰印嘛 盖的那个印嘛 然后是几个人 你负责钥匙我负责印 然后负责什么 三个人在开那个粮肠 才不开的 但是我的妈 晚上没得吃的 怎么办呢 实在是饿得是无聊的 最后那下面就拿 捅 捅一个动 那个那骨子就漏下来 也不能漏多了 漏过一斤两斤的 就把它冲成米 当天晚上就得煮着吃了 第二天收拾的干干净净净 要不然前手之道就暴露了 后来说 哎呀这个不好 这个有个累疚感 就是那干脆就弄点粮食 在边上弄过空房子 嗯 然后到晚上就放几个放一段 然后老鼠就会进去 嗯 估计进去了十几只老鼠 把老鼠一关 然后把老鼠全部消灭掉 煮一顿吃的 那吃肉我差 比尖手知道粮食还够 好吃吗 当然对 你说能不好吃吗 你饿了天温地暗 什么东西不好吃 嗯 最好玩的事情就是 有一年我们家闺女那个 医药就面试没有娶她 她就不得了了把门关了 我说你闺女啊 你这老大赶紧回来吃吃饭 你不知道什么叫精神痛苦 是吧 我说我这个人就从来没有精神痛苦 只有肉体痛苦 我就知道三天 两天不吃饭是什么吃饭 什么两天想不开我 从来没有过 无论观念 有本事你别出来 刚开始还跟我说话 后来理都不理了 把门烦锁的 我们就是装模作样 放个面包 放个血液放了 第一天她真的没碰 嗯 第二天晚上 把头上摸摸出来了 哈哈 我说姑娘 你这个 精神痛苦重要 还是 肉体痛苦重要 嗯 那还没 精神痛苦 我们那个做见太多了 什么狗屁精神痛苦呢 就是你给别人讲整个的这个 不是 就是我们做了一个策划 就华大到底想干什么 我们把这个 把历史回顾了一下 把未来展样了一下 就是实际上就定下了 就这个方向 嗯 嗯 我昨天看了一下 宏大的一个计划 其实说白了 就这么三件事情 嗯 就这三件事情 能源这个无极限的时候 能源这个无极限的时候 能源可控无极限的时候 是不是 是不是农业就 新的农业就出来了 嗯 就可以一劳有命 不劳二货了 嗯 当这个生命 基因可操控的时候 生命是不是 理论上就快说无极限了 然后就认知吧 对吧 嗯 所以对认知 对于没有测浪的话 所以认知就是 近期还解决不了 嗯 大家都能从心理学活动啊 从那个作家的那个胡想上 八想上去去掰的 就是 老否定我们的工作啊 说我们胡想 那不是胡想 我那个就主张 你要你要找到物质根据 没有物质根据都是不靠谱的 但人不是光有物质构成的 他那个精神也是物质 你是很特别相信这一点的是吧 我就觉得不信 我就觉得 你没有能量代谢的时候 你还能想东西吗 不可能的 但是只有能量代谢 也不能写东西 也不能想东西 所以说它是分子层面以外的东西 是 我们现在没人知它 不否定它 也不要放大它 对 如果20 就像您说2074年离开的话 你希望墓碑上能写什么呀 精彩人生啊 我们是早写好了 我已经潇洒够了 我管那么多呢 而且我细胞找存在那儿 小心他妈的 要造一个出来 生命科学实际上 生命定义是什么 生命怎么来的 怎么去的 为什么生老病死就是自然规律呢 农业革命的认知 工业革命的认知 信息时代的认知都给它抹掉了 我这讲的万物生长不靠太阳 对不对 你可以造出任何工业东西来 我可以造出任何生命东西来 所以我们看了宗教界的人是躲得远远的 最后他们的合法性是吧 对 上帝在哪呢 等一下你去过我们那个到我们五楼会议室去 小王 嗯 这个501那个房子是不是空的 对 对 对 那个在那个室内你是感觉的 坐在那个森林里面 你去 真的啊 保证 不是看一眼 转移到那去 你还有什么要追问呢 你还追问 直接把你们搞懵了 还想追问我 这句话一定要记着啊 是不是搞懵了吗 嗯 对 但很多地方不同意您的 我不是一个幻想家 我不是讲我会多多理论 我觉得您是真正的幻想家 真正的幻想家 我是最大的实践者 我别的本事没有 说到做到 气势 挺好 保持住啊 我靠 你闻闻这里面的气味 嗯 你看看我们这里 什么人间仙境 你闻闻这里面的气味吗 再造个伊甸园呢 感觉 那当然了 是吧 我又把人造完了 这只会都有了 一个内心要当上帝的人 太可怕了 坐坐坐坐 接着聊 是好神奇啊 我现在是整个想象就是 实力环境史外化 嗯 这个史外环境动物圆化 嗯 这个史外环境动物圆化 最终是造成这个人间仙境 我懒得你里面 你们爱说我好呀好 话呀好 你有本事有这个地方 让你在这活着 那你觉得未来五年十年或二十年最重要的大知识到底是什么呢 医疗和健康是非常清晰的 对吧 就是对生命的掌控 对这个新型农业的掌控 万物生长不靠太阳 立体农业不靠土壤 掌控身脑病逝 不是梦想啊 你觉得这样的时代会来吗 肯定会来 是不是 你不觉得可怕吗 可怕那是工业社会人 欲为可怕 我们是未来社会人 不可怕 对吧 他们那天说你这小子 你这哥们老哥们 你就是一个混在当今活在未来的人 我说这个话对 我还听 我这当今东西我就没多大兴趣 对吧 这个房间你一进来你就 2.5也不是问题 氧气也不是问题 所以我们一到火星 一到别的星球 就都不是问题了 绝对不是问题了